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個很 很偏的話題 就是這個 大陸在文歌期間有一個 樣板戲裡面有一個大家最喜歡唱的 一齣叫 這是 原始的作者 他是 曲波先生他寫的一本小說叫《鄰海血緣》 後來把它改編成一齣經劇 話劇什麼的 叫做自取歸虎山 那男主角叫楊子榮 楊子榮是一個 渾身是膽的人 他一個人單槍匹馬生入虎穴 跟那個座山雕 後來破獲了座山雕這個 土匪集團 這齣經劇到現在大家都在傳唱不絕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 江湖所謂的切口 也就是 黑話 講了很多成套成句的 就是等於是通關密語 沒有那些通關密語的話 他們不能夠 那個打通各個關節 然後最後直達那個 做山雕的那個 賊哭的大本營 最後破獲了那個 當然那個電影 那個劇情是經過 誇張之後的結果 但是那個 關於這黑話 很有趣 我手邊就有一本 這個是我在大陸 在車站買的 這種書都屬於沒有版權的 另外還有一本 這個東西在建村裡面 台灣的建村裡面 非常流行 我們小時候只知道說 這個人土春典 土春典 其實那個春典 兩個字 不是春典 是純典 所以成了純 純典 而且這個東西 有專家學者 像大學教授在研究這個東西 大陸的人 這個有好幾位 剛剛講那個黑話大權 那就是大學教授寫的 台灣有一個很有名的 我們的鄉長 真的是鄉長 是我們這個 現在應該 以列先班吧 易書明先生 大概台灣的情治單位 或者是 刑事 警察大學 警察學校什麼 他在訓練這個 學生的時候 可能都會請到易書明先生 來做那個 做講解 因為他懂得 那個春典太多了 春典又分很多種名字 有叫山金 山海金的山 山金也叫大切口 或者切口 陳典 陳典 江湖 江湖林切口 還有叫江湖切藥 因為那個 鴻門 天地會 鴻門 清邦 然後後來是 歌老會 然後四川的刨哥 這些人全部都要用到 都要用到這種 黑話 但是黑話 並不是 根據這個 在書裡面 我今天對戰了一下 我發現它對不上 因為它這個各有那個 其實 寫這個黑話 這個 收集這個黑話大權的 在清朝就有一個叫做江湖齒毒 它是一個公開的天地會跟鴻門的切口 清朝的時候就已經有出版這樣的 柯版出版這樣的書了 那我們常常看到說那個 這個很多我看我這邊我這邊除了它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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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上有的以外 我另外還做了一些筆記 什麼 農霜偏打無根草 來 指奔福青人 天王 蓋地虎 寶塔 正和妖 這些東西都一套一套 這個寫小說的人很需要這個東西 這本書裡面它有意思 它把這個 把這個黑話裡面它分成好幾類 海外類 食心類 賭博類 算命類 倉記類 盜匪類 蓋幫類 黑道類 軍警類 稱謂類 文體類 醫藥類 其他類 哇分成十三大類 很是精彩 其實 這個 黑話在我們這個建村裡的人的影響是蠻大的 因為我們從小大家都喜歡這樣子 塗兩句黑話 而且很多黑話現在已經流行到變成日常用語了 在台灣日常用語 比如說 在大陸 你可能要追個女朋友 他們是叫搞對象 搞 用搞的 那台灣的話 女朋友就叫馬子 交女朋友叫做把馬子 把 用把的 把馬子 那馬子這兩個字現在變成一個通用語 那其實還有它對應的男生叫做性子 那還有人叫匹子 以前在有一個卡通動畫 叫美國卡通動畫到台灣來 翻譯成那個南方事件課 中間有什麼匹子 那個死袋 什麼這些東西 我孩子他們很喜歡 他們很喜歡看這個 因為這裡面都講了很多的黑話 我覺得那個翻譯的人也真的是 大概有一點年紀吧 那 其實這裡面 這裡面很多東西 我讀了以後 我都發現到 它這個 也不無疑問 譬如說它講那個 江浙這邊的 他們講那個 傻屌 也叫做公 它寫那個 那個憨大 其實那個上海話要讀的 公渡 大是渡 公渡 就是傻屌的意思 那那個傻屌叫做 港壁 港壁 港度 港壁 這個 這個就是 方言的關係 其實這裡面還有其他的省 像東北 或者是北方的 或者山東 江浙 或者四川 他們 因為它有用方言來發音 所以這個通關密語 其實不是共通的 那我這個 我覺得有確定的 譬如說那個 大陸那個導演 馮小剛才得了一個 雞馬獎 影帝 那個電影叫做六爺 就是 老炮 老炮六爺 老炮那時候 這個電影轟動 在大陸很轟動 所以大家都在談老炮 其實老炮如果在台灣這個地方 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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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人可以翻 其實我跟妳講 老炮就是我們台灣這邊 眷層裡面所講 老混的 那傻伙是老混的 小混的 小混是要跟老混的跑 幫他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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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一狀聲勢 所以老炮就是什麼 我們講的老混的 那那個 會吐春典的人 不見得真的就是 他就是 行走江湖的 有的人是什麼 腰裡殘 腰裡別的死耗子 硬衝打獵的 就講兩句這個黑話 就以為自己不得了 這都要不得的行為 那那個老炮裡面 我覺得那個電影裡面 缺的是什麼 缺的就是這種江湖切口 可能因為那個編輯的人 他不會 或怎麼樣 那這個 我講一下台灣的好了 台灣跟大陸的這個 這個誤區 像大陸講說那個 偷東西的人叫做佛 佛來的 那個東西偷來的 叫佛來的 偷東西的人叫佛爺 那台灣這個黑話裡面講 這個叫什麼呢 幹老月 那個叫幹老月的 像以前孫月 人家就開玩笑叫做孫老月 那個就是 因為他常演那個反派角色 孫爺爺 資深的這個傳道人 他現在那個是基督教傳道人 因為我們常聽到 這個 這個台灣也有 那個我剛講 那個藝術民宣傳 他看應該有儀作吧 他也有那個幫派 幫派的那個論述 那剛剛講一個 我覺得 我每次聽到一首大陸的一首歌 就是那個湖北 湖北好像是 土家族還是哪裡的 那個一首名歌 有一個人常常唱 宋祖英常常唱 真原理是新年有意有為 沒完我要過火有為 今兒贏要說而已 贏要說 贏要說 楊千德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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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叫那個少公 哈 沒完我要過火 你們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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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字在台灣黑話裡面,推就是性交的意思 推、端都是性交的意思 而且是一種很淫悔的一種字眼 所以宋主義他常常在落軍的時候 或者是在國外演出的時候 或是在各地演出的時候都唱這個歌 然後引發一點點騷動 那我每次看他在表演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想笑 因為他剛好是跟這個黑話沖堂了 容易誤讀 當然了,因為那個歌裡面還有 一起在華傳的時候還有一些歌 如果說你隱身解釋的話 黑話基本上也都不是正常人講的 只是那些混雞江湖的人講 所以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好了 黑話 大家有興趣的話 如果你要像魯迅先生曾經講過 寫小說的人一定要三一命不相都懂之外 還要懂這個 才有辦法寫出來有深度 刻畫這些人物的 這些角色的台詞 謝謝各位 我以為是在這裡 但是我還有什麼 你會不會有在這裡 我會不會有到阿姨